哈囉熱情那我們今天就來 下我們的寶可夢大集結啦 那今天的話呢嘿嘿 登錄的時候的話呢 我剛剛是被通知叫醒的啊 為什麼呢 因為他好像出了一隻哲平 還蠻喜歡的一隻角色哦 那就是我們的那個 仙子一部啦好不好 目前來說的話有我們的仙子一部 不過我們要購買我們仙子一部的話 好像有點那麼一點點貴啦 他要一萬金幣哦 但是我們這邊各十百千萬 我們這邊只有六千而已 所以要買的話可能會比較尷尬一點點 不過呢這遊戲的話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他其實會有一個那個 可以讓你去試玩的地方啊 所以我們計畫就先來玩一下我們的 仙子一部那試一下的話 哲平應該會努力先來就是 存點錢吧看一下能不能就是那個 好好的來這個 買一下我們的仙子一部哦 然後我們看一下仙子一部 的攻擊大概是怎麼樣子 剛剛看起來好像是一隻那個 輸出型角色哦 當初我請那個瘋狂老爹啊 老爹幫我組牌組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哎我要正妹牌組 然後他就幫我組了仙子一部 還有我們就是沙奈朵了好不好 就是那個 Pokemon卡啦 我也玩過一段時間的Pokemon卡 然後應該也就是一部啊 然後你要拿到我們就是那個 仙子能量才可以讓他就是變成 就是我們那個仙子一部這樣子哦 好沒問題 這邊的話有一個高速星星 哦 他的類似就是我們那個 他的高速星星的話就是 他會旁邊有那個類似 我們那個追魂的東西 有沒有他會自己追過去哦 好像不是哎 他是那個哎 他是 往前面射擊是不是 哦對對對 他是有指向劑的 然後這個也是有指向劑的好不好 所以是兩招指向劑 所以類似也是我們的那個ADC的那個 ACG的概念哦 只是他的這個射的話 好像是可以就是 哎不是指不是指定的 是指向的這樣子 然後 才會這樣啾啾啾 ok沒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 我們先看一下能不能先讓我們自己進化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那個敵人在哪裡啊 但這個星星感覺好像不是說那麽好重就是哦 然後另外一個是 魔法火焰跟巨神 我覺得應該是魔法火焰比較適合我哦 他阿里啊各位 你們知道阿里嗎 阿里的概念有沒有 而且是順過去的那種好不好 所以這個魔法火焰的話 就是一個可以逃跑然後 讓周圍有這個環繞火焰的 然後火焰會 去幫你打一些東西這樣的概念 好沒問題 那是不是應該要給他加個魅惑招式呢 是不是我覺得到他應該會有一個 什麼魅惑招式吧感覺應該會有 好我們先 先來練習一下哦 這次的話我感覺就是打一個就是那個 ADC型的一個輸出 然後也可以追擊好不好 我們不要再把那個 不要再把閃燕王牌完成路卡利歐了 哈哈哈哈 真的是各種完成路卡利歐沒辦法 ok沒問題 我們來去打一下架好了哦 下面那隻路卡利歐 這超可愛哎我真的覺得 限制一部真的超可愛 我覺得還行好不好 我自己其實是對 寶可夢沒有那麼熟悉的啦 但是我覺得 要分辨正妹哦 還是可以分辨的了哦 路卡利歐 五等這麼囂張是不是 來啊 看誰比較厲害啊 哈 再囂張啊 呵呵打個電腦也可以哦這個啊 吸取之吻啊 阿里啊 啊不過他這個阿里 我覺得比較特別就是 他可以就是那個一直重複的就是 回收就是那個吸過來的血量 所以他這個魅惑之可以就是 一直狂吸的 然後他好像也有魅惑 會走過來弄你這樣感覺哦 你看這邊 看看他會不會過來 魅惑 哦不會不會他不會魅惑他就是 牽一個那個補血的那個就是效果 在旁邊這樣子 但是他感覺就很像那個阿里有沒有 浮火有沒有 浮火然後他會吸 會彈星星的感覺啦好不好 會彈星星的感覺 這隻感覺還是不錯 這隻蠻適合我的 感覺就是那種中路法師角有沒有 而且他這個愛心啊 不是直線的 他是有一個扇形範圍 所以就還蠻好命中的說真的 啊蠻好命中的 他是一個扇形範圍這樣子 所以你一定是可以吸 然後他會牽一條那個網線 然後網線會跟你就是 讓你就是有那個吸收血量的一個東西 然後有集結招式 再來看一下集結招式 有沒有 所以你就是盡可能要 堪吸到一隻那個血量比較高的身上有沒有 應該會比較好 他是不是在偷打 還敢偷打啊 大招是什麼 這個大招 好像看不太懂 我們待會可以出去看一下他的那個 角色的那個招式切換 我覺得是還蠻可愛的一隻角色 哎這隻的話我自己之後到時候 錢夠的話我應該會直接買一波好不好 會買一波 因為這邊的話一萬塊而已啦 我覺得是ok的 好我們來稍微看一下他的那個招式介紹 來來來 看一下招式介紹 他就一直叫我要去買東西我可以不買嗎 他一直叫我買 但是我想要存錢給那個 仙子一部齁不要再叫我買了 看一下哦 仙子一部的這個招式好不好 高速星星這邊的話另外一個是巨生 魔法我應該要讓大家看過了 那巨生的話是 發射速式升波造成傷害 對越遠的寶可夢造成的傷害越高 每次升波命中時都會增加 下次哎這個好像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比魔法 也不一定哎我覺得巨生因為 有人在追擊的時候人家跑太遠對不對 你就用巨生因為他越遠的話他攻擊 他攻擊的方法會越高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巨生應該 還算是不錯 那另外一個是冥想的話 秉氣凝神在短時間之內 提升自身的特攻特防移動速度 強化內容在招式期間內 受到寶可夢的招式攻擊時 會抵消一次傷害並獲得護盾 這好像也不錯 但吸取之後穩的話也不錯 這是必中的東西 然後大招式成功後在縮短時間內 處於守住狀態 落地對範圍內的寶可夢造成傷害與回復自身HP 好 他就是一隻範圍攻擊的角色 這隻我覺得可以耶 這隻我應該會買來玩一下 好那我們就來集結一波了 不要購物了我要直接打了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上次玩賞業玩牌 沒有玩得很好 我們今天再玩一次 然後我私底下會先看一下能不能就是先努力賺錢 然後買一下仙子一步然後玩一下啊 玩一下仙子一步 那大家如果對於仙子一步有怎麼樣一些玩法跟看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跟哲平分享一下你們會怎麼玩他哦 好那我們這場一樣選擇我們的閃燕王牌 看一下我們上次的話 基本上閃燕王牌其實玩到後面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攻速有所提升啦好不好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看一下那個閃燕王牌能不能就是 打出個好成績 遠距離攻擊型不要再完成路卡利歐了 哈哈 每次都完成路卡利歐直接去衝到別人的臉上有沒有 這是超白癡 哇其實這遊戲的造型真的是 很多捏 但是全部都是克勞是不是啊 好多造型哦而且這皮卡丘好可愛哦 好這一次我們的這個網路好像蠻快的哦 來那我們這邊就看一下隊友跟我們的搭配能不能打出好成績 那上一次的話我們是用那個啦 火花還有下盤梯這是基礎的東西 然後下盤梯就是比較類似追擊的招式 但我上次都完成路卡利歐了好不好 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打出好成績 哦哦有沒有看到他旁邊會有疊那個火焰呢 其實他有點印記的那種概念有點像火人啊 布蘭德的概念有沒有 我不知道印記是不是打到第幾下會有那個什麼 就是暈眩效果或怎麼樣之類的 如果有的話應該蠻嗨的 然後下串梯 下串梯的話應該就是一個比較負責追擊的一個東西啦 我們之後不要再那個直接沖臉了 超白癡 跟個智障一樣 一直沖別人臉 好我們這邊真的是 沙奈朵小時候 上面有三隻 對面上面好像也是蠻多隻的 我們儘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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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儘量輸出 哇呆河馬好像真的很痛 哇我們的這個 很猛哎 我們隊友都很猛 退下好了 哇下路是不是被幹爆了 好像是哦 快尾刀 牆尾牆尾 我升級了我升級了 踢爆皮卡丘哎等一下 白癡我被我被我被打爆了哈哈哈哈 哈哈不行不行不行 我們猜我們剛剛才說什麼 我們不能再跟昨天一樣白癡 我們更不能再跟上司一樣白癡了 好不好結果我們又白癡了 完蛋他們趕快要灌籃了哦 沒事沒事別讓他們灌 繼續練習一下 我們現在隊友下路好像是首次得分 所以還不錯 尾刀 尾刀了謝謝 哎呦 今天害浪哦 我們現在必須要趕快先把自己的技能 提升起來好不好 下面好多人 哎他們都不在哦 皮卡丘很電哎我的天啊 超電哎我的天 這有點 有點電哎 夭壽 夭壽哦哇哇哇哇哇哇哇 皮卡丘等一下 皮卡丘好像還會電還會暈哎 這有點麻煩啊 我們上面好像沒有打出什麼優勢哎 下面是不是也要被灌爆啊哈哈 加油啊 我們現在30 哇靠 為什麼他可以這麼電啊 我們好像沒辦法幹他哎 哇 會暈眩的都很可怕哎 腰瘦了腰瘦了各位完蛋了完蛋了 我想一下該怎麼辦啊 該怎麼辦沒辦法灌 下面也要爆了 火焰球跟火焰梯火焰球好了 有有有我們這次商量好像高 比較高一點 有有有 火焰球比較厲害 有踢爆皮卡丘 火焰球好強 蓄能強襲 呼呼 有有有 我感受到我們的威力了各位 閃營王牌不開玩笑 這次玩起來就有有比較厲害一點點 蓄能我覺得火焰球瞄準的到的話 應該蠻嗨的好不好 這火焰球好強 比卡丘又來了 我先踢他一半 水 集結招式 快一起打這呆爾瑪 可以可以可以 灌爆灌爆 我感覺我比較會玩了哦 哈哈 耶 他大招好像會增加攻速的樣子哦 應該是這樣的角色 埋去下面幫忙 我來了我來了 主要是指向技 哎哥 幫一下我可以打哦 我可以哦 哎我可以哦 哎沒到幫我 我好可憐哦 沒事沒事沒事 壓制住了 哎呦閃營王牌輸出好高哦 天啊 他這個指向技如果對準的話會很high 你看 這很痛哎 夭壽 不是我的指向技在幹嘛 我剛剛都沒有瞄準到哎 我的天啊 完了 幫打一下哦孩子 有有有 你看我這個 我這個刷到真的會很爽哎 有有有 可以可以可以nice 灌籃灌籃先 可以可以可以nice 這就是指向技要要好一點點的那個 就可以了 你看這個輸出爆表了天啊 這灌6顆 哎不是哎啊我們上路沒人手哦 哥哥們 沒人手上路哦 哇 哎 不是吧 哎這是什麼 哇他直接進化了白癡 哎哎 白癡白癡完蛋 可以可以沒事沒事 不是我發現我的那個指向技我都會拉 拉反邊哎 發拉錯邊超白癡 再灌一次 哈哈哈哈 我都沒皮好啊白癡 碰我來了 踢球 哦 哎 沒問題各位 有了我我第二次玩我就會了好不好 還行啊 這是不醜啦 我直接偷灌籃 嘿嘿 想不到吧 偷灌 尾刀 好這場應該應該不錯了 閃電腰出現了 閃電腰要打贏的話可以直接灌籃好不好 這個一定要去 來來來 我們可以灌爆別人了 呦呼 好直接開罐直接開罐 灌籃囉 快速灌籃 他應該是一段時間的快速灌籃 所以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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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現在的攻速 快如閃電 有沒有直接灌爆 閃電腰還蠻強的你看我們最後這個閃營文牌 就瘋狂的一直灌就對了有沒有 就是就是我們的射速會很快啊 太神了 雙倍雙倍 看一下今天可不可以一次把他們加給灌爆 我們還沒有還沒有灌爆過別人家對不對 就灌爆別人家看看 應該蠻嗨的 他後面沒有什麼灌爆分數什麼之類的 他好像就是這樣子 好謝謝 八分尾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瘋狂在他們家裡灌籃 這場就蠻明顯看出 閃電外牌很猛欸 我說真的 就是不要不要往別人臉上衝的話就還蠻猛的好不好 再灌 耶 沒問題 他最後那個 我除了他指向技好的話真的會很猛好不好 那個直接刮下去那個火球超級強好不好 強到一個翻掉 厲害了好不好 厲害了 讚讚讚我們這場是MVP 好啦大家我們今天出來都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我們的仙子一步啦 仙子一步的話之後有錢的話我們會再來買給大家看 那大家會怎麼玩他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一起分享一起討論一下嘍 那邊閃電王牌最喜歡哪一個套路也可以分享一下給這邊知道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了 我是詩品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 了 大家 說吧 沒事 呃 oria